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 昨天遭到生涯禁見 那麼他跟這個彭震生 這個晚上呢 是在後省市待了一晚 北院最快今天中午 就要來召開這個金鴨庭 好那到底現場状況如何呢 我們要連線在北檢的記者 張良浩 良浩請說 好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人在北檢這邊 剛剛主播提到的 所謂不明金流這件事情 就先從昨天晚上 最新的一筆金流看齊好了 這個是昨天晚上 關於媒體靜週刊的一個報導 他就報導指稱 柯文哲是不是有所謂 七百萬的不明現金 他們的報導是指說 他們在被偵訊的時候 檢方就問他們 這七百萬怎麼來的 當時根據報導的說法 當時柯文哲是說 我不知道錢都不是我在管的 都是陳佩琦在管的 因此檢方也把陳佩琦叫來問話的 請問這個錢怎麼回事 結果根據報導是說法 陳佩琦是說 他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甚至報導當中 還有提到說 陳佩琦把這些錢 分成好幾次 用現金的方式 拿去ATM這邊來儲存 這個報導一出 是在昨天晚上一出 發生了什麼效應 這個效應最大直接衝擊的 就是在現場等待的小草 還有在網路上對於柯文哲的支持者 他們認為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現金 不知道錢從哪裡來 不知道交代到哪裡去 還一筆一筆拿去除 我們都知道一筆一筆 領出來叫做車手 那一筆一筆存進去 這叫做什麼 所以當時候對小草的心情 可以說是做到一個極大的打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當時我們甚至有詢問民眾黨的 黨公職民代 也是我們的一些好朋友 結果他們也是只能回答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狀況 因為錢的事情真的只有柯文哲 還有檢方他們才會知道而已 所以大概過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民眾黨團的黨團主任 陳志涵 他終於出來回應這件事情 他直接說等了檢調查了兩天 結果卻等到所謂不明財產 一百七十萬元 這句話大家一聽 一百七十萬 那怎麼跟周刊寫的七百萬 差這麼多 七百萬跟一百七十萬 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好 陳志涵繼續說 他說這筆錢究竟跟金華成 有什麼對價關係 以及是否有相關的金流 完全看不出來 他們當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報導呢 就是類似說在應小威 可能收了所謂威京集團的錢了之後呢 是不是這個時間點 剛好就跟所謂有這名 所謂不明金流這個事情 有重疊 因此檢方就是有一些的懷疑 希望他們能夠說清楚 但是陳志涵來解釋 這筆錢到底怎麼回事 陳志涵他就說 根據陳佩琦醫師的說法 他在被訓問的時候 每一筆錢都講得清楚 都有交代怎麼來的 那其中呢 就包含了2018年 柯文哲的選舉補助款 還有他的媽媽留下來的首尾錢 以及柯文哲出席節目啊 稿費等等 陳佩琦說這些我都跟檢方講了 但是檢方都不相信啊 所以說柯文哲 所以陳志涵就認為說 北檢深壓柯文哲 什麼指控都還沒說 就先把這種新聞 是不是獨家放給了某些的媒體 那這些媒體呢 又報導的會聲會影的指控 他們甚至最不高興的 就是說陳佩琦有用 ATM存入大量現金啊 陳志涵直接開嘲諷 原來柯文哲加到ATM 連使用ATM都有罪了嗎 所以說針對這樣的一個事情 陳志涵最後是表示說 想收押柯文哲可以 但是既然都已經大軍押禁 鋪天蓋地的搜查 就請拿出柯文哲有貪污的證據 來讓人民心服口服 他們說這件事情呢 最主要就跟我們的記者秉鴻 昨天下午的時候 獨家去採訪到陳志涵 他們當時表示 如果檢方沒有拿出適當的證據 就要來深壓或是收押柯文哲的話 那柯文哲最後可能就算即便交保 他們也選擇拒絕交保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昨天這個所謂不明金流 這件事情就引起大家蠻大的討論了 就在陳志涵他們發表完聲明之後 陳佩琪他也來到我們這邊的這個地方 他是昨天晚上的時候 他也是把這件事情 再次的跟他的支持者講了 所以說也這句話也算是 鞏固了他的支持者的信心 畢竟在前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時候 大家小草們是非常的慌的 想說哇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比較討厭柯文哲的人 他們就會認為說 哇 柯文哲你死定了 這筆錢怎麼會這樣用 所以當時的情況是 對小草們是有蠻大的衝擊的 那就在陳志涵以及陳佩琪他們 接連出來講完這件事情之後 看來是穩住了自己小草們的信心 但是這是屬於一個 政治面的一個攻防的部分 那至於說在法律上的一個狀況呢 其實我們還是不知道 政治的狀況 畢竟現在只有週刊的報導 以及這個柯文哲這邊 辦公室的一個聲明 至於說這個錢 到底有沒有不明金流 或者是用到哪裡去 這點其實還是要交由 檢調這邊來對外說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園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